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为了看大熊猫 而是进行体验之理的分组环节 12位体验者被分为了4个小组 他们是充满年轻活力的红组 纯女生的蓝组 专业能力最强的黄组 以及呆萌的绿组 最后 他们来到成都的市中心 成都实业自然博物馆开启热身运动 从一个大熊猫的标本开始 探索人与自然的距离 而本次体验之里 他们将会从距离大熊猫最远的地方开始 向着终极目标 史上最猛的体验前进 好 我们拿好这些东西 咱们下车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风筒寨 邓池沟 国家十一级旅游景区 四川有熊猫 老家在宝新 现在咱们来的是邓池沟的大熊猫起源馆 它的前身是咱们的邓池沟天主教堂 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距离成都200公里的宝新县邓池沟大熊猫起源馆 所谓最遥远的距离 就是来到大熊猫被科学发现的150年前 从这里真正开始穿越百年时空的体验 现在 十二位体验者站在大熊猫起源馆前 即将开启大熊猫150年前的前世传奇 大熊猫的画质在两三千年前就对它有了记者 然后咱们又叫它叫做皮修 这个融合中西风格的建筑 现在被称为大熊猫起源馆 大熊猫就是在这里被科学发现的 1869年 法国一位名叫阿尔蒙·拜维的博物学家 来到宝新洞池沟进行科学考察 三月的一天 它在一户农户家中发现了一张被当地村民称为黑白熊的兽皮 几天之后 戴维获得一只活体黑白熊 经过鉴定后 被称为猫熊 从此 大熊猫正式走进了人类文明的视野 五十多年后 第一只被带出中国的活体大熊猫苏林 在美国芝加哥亮相 立即成为了芝加哥城里的超级明星 1939年 生活在英国伦敦的大熊猫鸣 因它天性的优雅和淡定 在二战期间 给英国人民带来了鼓舞和希望 在大熊猫起源馆内 我们一起见证了大熊猫科学发现的过程 揭秘了大熊猫的前世今生 循序展开的历史 串联起大熊猫保护的现在 会成了人类与大熊猫的百年故事 相信通过这段穿越体验 十二位体验者对大熊猫 会有全新的认识和感受 清晨的宝心县城下起了雨 在这一个被誉为熊猫老家的宝心县城 走在街上你会发现 大熊猫的元素真是随处可见 今天十二位体验者 将会在这里进行怎样的任务呢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宝兴 宝兴凤桶寨是全球首个发现大熊猫的地方 被誉为大熊猫的故乡 在这里我们也将开启最萌体验观 足与足之间的首次挑战 终于迎来了首次挑战 大家都非常兴奋 那么首次挑战任务到底是什么呢 本次挑战 每一组将收到一个任务信封 信封内装有四张在宝心县城里拍摄的大熊猫照片 小组需要在规定的一个小时内 找到照片所对应的位置 并一起合照 回到出发地点 结算任务完成 四组将根据用时长短进行排名 排名顺序会影响下一次任务的挑战 面对首次挑战 四个小组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是什么情况 蓝组的张晨奇怎么独自一人跑了出去呢 我们是打算兵分三路 然后从这三个方向分别出发去寻找可以找到的图片 然后十分钟以后我们会在这中间这个地方会合 这样我们就可以搜索各多的区域 原来蓝组选择分头行动 这种方式真的会赢得胜利吗 紧接着 红组和黄组也出发了 只剩下绿组还在原地讨论 看到其他小组已经走远 最终 作为绿组的组长林博达 腼腆地下了命令 先走 先走 选择 什么意思 我们走 而就在绿组出发的时候 红组已经找到了第一张照片里的大熊猫 这也是距离大家最近的一个位置 紧随其后的黄组也发现了 这边 对 对 好 谢谢 正当黄组准备拍照的时候 身后的绿组 倪巧人来临 于是 绿组也顺其自然地找到了这个大熊猫 采用分头行动的蓝组 因为Mihou和Keila完全不会中文 两人只能凭着直觉 漫无目的地寻找着 因此 目前蓝组还没有找到一个大熊猫 在另一边 张晨奇 Souho已经打听到了有用的信息 那没关系 知道这里就行 谢谢啊 于是 赶紧与组员会合 很快 蓝组就找到了第一张照片中的大熊猫 最后 蓝组又发现了第二张照片中的大熊猫 蓝组就是要逆袭的节奏吗 作为红组组长的刘家琛 年纪小 似微敏捷 在大家的配合之下 红组很快又找到 另一张照片中的大熊猫 黄左的谭博扬 发挥着自己四川化的优势 不停地去询问当地人 谭博官 酒门吧 没事 没事 好 谢谢 我会不会是自己特别 我会是几年关于特别 十年关 要不然你当时发现了个青蛇 老发现了个青蛇 在当地人的正确引导下 黄左顺利找到了第二张照片里的大熊猫 这个声音是不同的 这个是同样的 对 同样的 正当黄组开始寻找第三张照片的大熊猫时 组长杰斯佩尔和组员胡孟颖 各持不一样的想法 引起小争执 此时时间已经不多 他们还有两个大熊猫没有找到 该怎么办呢 这位同学 但是你可以讲中文啊 完全没有计划的绿组 再加上左内语言沟通的障碍 让他们陷入到困境 然而 机智的绿组选择乘坐当地的交通车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 他们轻松找到了照片中的大熊猫 窘迫的局势瞬间就扭转了 很快 他们就把四张照片中的大熊猫找完了 完成挑战的绿组 现在正返回出发点 他们会是第一名吗 绿组竟是最后一名 那么第一名是哪个组呢 原来第一个完成任务的是红组 第二个完成任务的是蓝组 绿组 绿组虽说选择了捷径 但因为前面已经消耗了太多的时间 因此取得了最后一名的成绩 经过首轮的挑战 四个小组都有着优异的表现 同时也暴露出团队问题 本次挑战的排名成绩 将会对接下来的任务有着一定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十二位体验者 又将会面临怎样的任务呢 你送我们的保兴呢 乖宝 我为你感到自豪 为你来到我家门口前 我感到骄傲 我把你收到 你不要跑 你不要害怕 你放心 我们不会伤害你 这段视频 来自四川省保兴县的一位村民 在自家门口 发现了大熊猫时的一段自拍 对 你没听错 就是在自家的门口 要放在其他地方 想都不要想 但是在宝新这个地方 就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这里不仅是大熊猫的老家 还是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呢 四川风筒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世界自然遗产地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的核心区 面积达三万九千零三十九公顷 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 发现地和模式标本产地 十二位体验者将在这里 开展新的学习体验 宝新作为世界第一只大熊猫的 科学发现地和模式标本产地 是我们四川大熊猫世界自然遗产地的 核心区域 自我们风筒寨保护区建立以来呢 我们保护区一共救治病额大熊猫六十余只 从我们保护区走出去的大熊猫 有123只 在博物馆中 真实的动植物标本 以及高还原度的模拟场景 无论视觉还是听觉上 都让体验整门穿梭其间 生临其境 真正对大熊猫的野外家园 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学习到了新的知识 献信大家都有所收获吧 我们到下一个地点 然后我们准备发布一个任务给你们 突如其来的任务 瞬间让体验者都紧张了起来 那么第二轮的任务将会是什么呢 节目组在木栈道入口处放置了四个主题排 同时在木栈道的四个位置分别放置了四组图卡 根据上一轮任务的排名成绩 红组第一个选择 接着是蓝组和黄组 最后是绿组 四个小组依次选择自己想要讲述的主题 以及辅助讲述的图卡 最后将使用所选四张图卡 讲述所抽选的主题 那么四个小组将会如何选择呢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保护区的李老师和何老师 每个小组将根据选择的四张图卡 对所选主题进行讲述 最终由风筒寨自然保护区的两位老师进行评分 大家加油哦 好 那请第一组 第一个出场的红组 他们讲述的是什么主题呢 大家好 我们是 Spicy Team The Red Team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team是150 因为今年刚刚好是150年的纪念日 就是第一个卫国人发现大手毛 而且他跟全世界去分享 然后这位先生 其实为什么对我来说很重要的 因为他是法国人跟我一样 我是法国人 我是来自巴黎 然后他叫Armond David 他本来也是一个医生 他去中国应该是去了三次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在讲这个150周年的时候呢 他是很了解的 根据他自身知道的这些事情 把这个150周年讲得很成 然后这个发现大熊猫的这个经过 也讲得比较详细 红组讲述科学发展大熊猫 150周年主题的内容 得到了老师的认可 他们应该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吧 接下来出场的是蓝组 他们选择的主题是什么呢 大家好 我们选的主题是A这个 也就是《八百万年》 想给大家讲一下 十大熊猫历史的故事 首先大熊猫它是一种 在八百万年前就生存的生物 那时候它也不叫大熊猫 它的名字叫做屎熊猫 然后屎熊猫它进化到现生熊猫 它是一公斤的四个阶段的 其中它的鼎盛器 也就是大熊猫 遍布最广的时候 它遍布最广的时候 它能够遍布在中国的中部和西部 它的数量达到了非常非常多 蓝组张晨奇的讲述 非常具有感染力 它从大熊猫的史前故事 一路讲述到大熊猫的现在 内容也是相当的扎实 蓝组的实力可见一斑啊 其实人们也对熊猫赋予了更多的情感 意和寄托 站在我手边的这位Taylor 他生活在巴拿马 在巴拿马 他们并没有一只熊猫的 但是他因为非常喜欢熊猫 所以他会十多小时的飞行时间 特意去德国的柏林去看熊猫 然后他曾经告诉过我在看到熊猫那一刻 他哭了 然后其实Taylor他是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 因为他的外祖父是中国人 所以对他来说熊猫不仅仅只是一个神武 他也是能够让他看到熊猫的那一刻 是能够让他相信他的外祖父 说我们是专业的 我感觉比我们还专业 讲得非常好 他刚上来讲的时候 我觉得他讲得很流畅 就是说他在 他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好 被大家认为最强组的黄组 在仅剩的两个主题中 会选择哪一个呢 我们选择1864这个作为主题 是其实是跟上一种时代的潮流吧 因为1864它其实是2013年底 全球大熊猫的数量的一个数据 讲的是2013年 这个是2015年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数据 黄组的第一句话就出现了错误 是过于紧张还是没做好前期工作呢 最后他们三人都从自己不同的角度 来讲述关于主题1864的内容 讲的过程中除了主题 契合上有一点的偏差 他的信息卡使用和结合自身故事这方面 他都表现得很错 讲得很好 作为正在就读动物野外保护专业的胡梦颖 更是对本次选择的主题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 这个数字肉很重要 因为我是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虚管理专业的 我参加了专业教育 我才知道什么是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虚管理 它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平衡状态 保护动物实际上就是在保护人类 最后登场的是绿组 他们手上拿的这些东西是要做什么呢 绿组的主题是围绕大熊猫生活的半生动之物 他们分为三人来进行讲述 其中Nina主要围绕图卡的内容 通过讲述了红熊猫的相关知识 以及野外保护人员收集粪便的工作 来表达自己对这个主题的理解 Rosamanda将收集的昆虫和植被 一一为大家进行展示和讲述 形势特别的新颖 瞬间就让现场的氛围都变得轻松了起来 很有专业 准备得很精心 然后这些植物啊这些都做得很好 保兴县其实跟我的家乡去的大熊猫蛮有缘的 因为保兴县发现的大熊猫有那个 猩猩跟那个胖胖都是原载的祖先 林伯达一提及大熊猫 瞬间就变得非常健谈 从大熊猫的个体再讲到大熊猫的家族 把其他组的体验者们听得一愣一愣的 在结合它自身故事的时候 它没有就是体现出和这八千种动植物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它在主题这方面就有点很欠缺了 到此12位体验者完成了本次活动的第一轮考核 男组得分8分排名第一 绿组得分7分排名第二 黄组和红组得分6.5分并列第三 那么通过保兴这两天的体验之旅 12位体验者又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非常感激烈因为这就是我们第一次活动 我们贴我们得到的最大的点点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套 我非常愿意在第二次活动 我非常感激烈地在山上 看到架和植物和牙丶 我看到棵羊和猪的蜻 那是非常好 我是非常感激烈的 我们非常感激烈 我们很好的 但是我不能踏运 跟我們獲得的項目 但我仍然覺得我們做得很棒 但我沒有獲得的項目 你看到大家可以一起工作 如果我們談論我們的團隊 我們今天做了我們最好 我們也有很好的時間 世上無暗事 只怕有些人 這個距離大熊貓遙遠的地方 讓12位體驗者對人與大熊貓150年的歷史 有了新的認知 離終極目標史上最猛的體驗又進了一步 同時這幾天的體驗環節 也讓他們彼此之間有了更多的了解與默契 之後的體驗之旅又將會發生什麼 下一站他們又要前往哪裡呢 這樣是我心得過的 然後我又要前面 反而改,並且 transc烈體驗 depressed